哈囉大家好我是半生叔 大叔我今天來啦 今天呢是大年初一 看大叔身上穿的紅色就知道 過年嘛要喜慶一點 大叔先在這裡跟大家拜個年 今年是虎年 預祝大家虎年行大運虎虎生風 今年大家平安順利裁員廣進 好了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要搭配一下過年介紹紅色系列 今天來介紹呢 這一台 911 這台是卡達雙音的 雙音的也是由設計師授權的 我現在順便在這裡提一個點 最近有那個 就在大叔拍片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我知道得到一個消息就是 有樂高的設計師 開始轉投圖紙給雙音跟一些第三方的品牌 那這個之後呢我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下方留言 之後我們來開一個 一個一個 就是開一段節目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來聊一下第三方的積目 跟一些國外的設計師 簡單講就是就我知道現在有蠻多的設計師 他去樂高裡面去投稿 可是投完之後得到的結果 得到的結論 他們不見得會讓樂高去做量產 他們會轉投第三方 當然這跟背後的 市場戰有率跟收益 會有一部分的關係 那我們之後如果想細聊的話 大叔可以以我收集到跟得到的資訊 大叔我們再開一個 再拍一集出來 然後跟大家來聊一下 那我們今天新年 就不聊這麼沉重的話題 我們直接來開箱它 這款912其實是在蠻早之前 就有粉絲跟大叔說 希望大叔能夠開箱 那只是因為一直以來 卡達這個部分我安排的比較少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的左手邊 已經準備了兩個卡達 算是一個半新品 然後一個是全新品 準備在過年這段期間呢 幫各位拆箱 然後再組裝 來給各位測評 今天這一台呢 是1比12.5 12.5這個就是 有比較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1.5這個比例 當然它是以實際車身去做比例 去做換算的 這沒有問題 只是說我覺得 這個比例算得太精準了 還有小數點了 這一個是 1429顆 1429顆 外部的 目前看起來外部的專件 多數還是以傳統件為主 但是它車體的還原性 真的是很高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清楚 樂高也有出一款白色的 可是白色那一款呢 是不可以上動力的 這一款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做動力 它可以做動力 而且它的動力 據我所知 它的動力是屬於後加 就是後期加裝 那我們不想玩的時候 動力可以拆卸 我再一次強調 我非常推崇這種玩法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馬達不需要 一直重複再買 我們可能只需要 買個幾套馬達 然後我可以一直 不斷的拆裝在任何一款車 我相信在玩積木的 嗯 說這話 可能有點 就是有點 不太好 就是大家喜心厭舊 但我覺得這就是人性 那我們喜歡玩這個呢 我們都會希望 把我們自己的收藏 累積更多一點 可是當你在玩一些車款 它的馬達不能拆卸的時候 它只要安裝上去 我們不會 再去把車子解體 為了把馬達拿出來 我們通常都會掏錢出來買 可是在這種 我們說的第三方積木這些 它的CP值其實算很高 那你光一套馬達 有時候用在這台車上面的時候 可能那一套馬達 再加一點點錢 我可能也可以買一套新的 那我們不常在做動力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一些東西 如果可以直接 破壞結構的狀態底下 可以直接拆裝 可以使用在其他的車輛上面 這是我非常喜歡跟推崇 就不用一直重複再買馬達 不用重複買 我們只需要重複再買盒裝積木就好 那所以這個呢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種玩法 好 我們現在 我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還沒仔細看 來 各位 引擎一樣是背在後面 那後面是可以開啟 然後前面可以 前面的行李箱可以打開 車門打開 這些細節都是有做到位 到時候我們拼裝完的時候 我們再把細節拍給各位看 我個人非常喜歡 我個人非常喜歡 這一款911 原因是因為 各位可以注意看 它的外部沒有太多的那種 鏤空 就是科技間的鏤空 它幾乎就是用全覆蓋 全傳統積木去做覆蓋 但是裡面的主結構呢 因為我還沒拼裝我也不知道 裡面的主結構是以科技為主 還是以傳統為主 所以我們等一下拼裝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幫各位來測試 拼完之後呢 我們去測試一下 它的動力 到底狀態好 或不好 值不值得就是做後期夾裝動力 好 那我們不囉嗦了 我們直接就 走開箱了 盡快把各位幫忙 盡快把它組裝完成 給各位看 好 我現在忽然看到 它的輪骨還蠻特別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 長得像這樣 我們等一下拼了就知道 這個包裝就有意思了 就是這種 黑色底燙金 把車身線條燙出來 其實這種包裝是 最簡單 成本可能比較低 但是卻我覺得個人 我喜歡那種簡約風格 我先說 大叔我喜歡簡約 當然見仁見智 因為是我個人喜歡 我非常喜歡這種簡約的風格 我不喜歡印刷的太花裡胡哨 就是這種簡約的風格 讓我看起來 我覺得很舒服 很清爽 簡單的線條去把它給勾勒出來 說明書的部分還是維持卡達的 卡達 卡達是什麼東西 說明書是維持卡達的風格 一樣把它拆成小側 這個也是在我們拼裝裡面 算是比較 對我們比較 好 這怎麼講 比較容易翻閱 然後比較容易拼裝的一個 你裝太後 有時候翻頁的時候 會卡住 也不好翻 也不好組裝 然後說明書有三本 一二三 那現在就來看一下 目前看到了 嗯 科技鍵的積木其實還算蠻多的 那就是等待會兒我們在拼裝的時候 我們幫各位試看看 好 我們不囉嗦了 我們直接開幹 我預計在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到六個小時之內把它給完成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越玩越人了 我們總算完成了 完成這一款 911 好 卡達的911 它的型號是 沒有 61045 C61045 卡達這一款 1400多顆 外觀的覆蓋件 就像照片所呈現的一樣 就我個人其實在這種狀態 嗯 我還比較擔心會說就是 前後這個地方比較容易碰撞的地方 撞到了會不會有掉件的問題 剛才我簡單的操作了一下 其實我覺得還好 還好的原因是因為 它上下呢 最後都會有用傳統的積木去把 科技鍵 車身 它車身大部分蠻多都是科技鍵的 車頭是用那一種 傳統鍵 它在科技鍵跟傳統鍵 這中間相連接這個地方 它上下都會用傳統積木去把它給覆蓋 所以就是變成有點像階梯式的方式 然後它在最後再用一個三明治的原理 夾心餅乾的原理把它給夾住 所以感覺起來還好 再加上它這個軟骨呢 各位比較小看這個軟骨 這軟的膠條 它其實是有防撞的作用 是多少有點碰撞其實倒還好 我們是一樣 這一款呢 一開始我完成的時候是靜態的版本 它是屬於動力後夾 那我今天用的這個動力呢 是全部都是用卡達的 真主都是用卡達的 用卡達的馬達電池跟遙控器 我去操作它 其實我之前有玩過卡達的動力 就是在我們那個 有一個488變檔的那個車型上面 玩起來我是覺得 卡達的動力其實還不錯 它沒有分什麼高轉速高扭力 它出來的每一個型態都是屬於高扭力 然後再用扭力的馬達 去用磁筆上的交換 去提升它的速度 比如說像這個車身 重量比較沒那麼重 它的磁筆可能就會稍微放大一點 那如果玩到大車型的話 它的磁筆就會稍微小一點 那這一款呢 它所搭載的 我所用的是一樣 卡達的L馬達 再加前面的四伏 不過這個有一個點 我覺得可能就比較 拼裝上沒那麼精緻 它的馬達動力後夾的部分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插銷都會少一孔 可能它是故意多給這種長一孔 可能到時候要撥的時候 會比較好撥 這是我所拆得到的 但是這個馬達固定方式 有一個好處就是 比較好拆裝 你用插銷 一般的長孔插銷 或者圓形插銷 不是用這種十字插銷這種方式的話 你在拆裝上面會比較不好拆裝 但是也不會演講 這種固定的方式呢 它的間隙會稍微大了一點 就會稍微大一點 不過整體操作起來 玩起來我感覺這個狀態是還蠻OK的 再加上這一款呢 我也不知道 就設計出來 我在拼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說 它的避震 可能會比較軟 就是整體會 可能因為這個積木本身 算是 傳統件也不少 我以為它車身的重量會很重 會把它整個壓下去 我發現它的輪胎很特別 它的輪胎很軟 它的輪胎胎皮的這個材質很軟 然後再加上它的避震 它的效果其實是不錯的 那因為它後面的傾角會做的比較 比較沒那麼大 所以它後面的避震會稍微硬一點 可是後面的避震呢 它有十字上的作用 不是會只有裝飾 這跟我之前拼卡達的那個 Tone 4D的F 高橋梁家跟高橋旗艦那兩款車 拼起來我覺得狀態好很多 因為那兩款車我是沒有拍成影片 那我之前組那兩款車的時候 它的避震是用 就是有點敷衍 所謂有點敷衍就是 它拼 它是用金木拼起來 它沒有直接做避震 然後它又用橡皮筋在固定 那種玩法我是 就是不那麼贊成 不那麼認同 但拼了這款911之後 我發現說 它不會因為小車型 可以就用這種方式去帶過 它還是完整的去把它呈現出來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我個人到目前為止 我玩的金木 我比較少 包括我自己去改裝或幹嘛 我會比較少去借助外力 比如說什麼 有很多粉絲跟我講說 你那個改很簡單啊 你用束帶束一下 你用膠啊 你用幹嘛 但我這邊基本上 我不會去採用那些東西 那我會用束帶的就是 線組上面的固定 把線全部綁在一起 我會用束帶 那原則上 基木的搭建這個部分 我是不會用這種方式去做的 那這一台拼起來 我覺得算是 很好入手 很好拼接 拼起來也很舒服 所謂很舒服就是 它的搭建的結構 跟空間概念 原理這些難度不高 而且非常有條理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往上搭 雖然它要做到這個弧形 包括車頭這個部分 弧形是有一定的難度 它要做一些傾角出來 可是它還是多數都是 用活動關節去把它做串連 我覺得這個 要做有弧形的車身 除了基木本身的造型之外 就是要靠基木的角度 去做延展 這個是小車型會比較難一點 大車型因為空間大 它會比較容易 可以去做到一些弧度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拼起來 玩起來我覺得還蠻棒的 我個人給的評價會很高 再來就是動力呢 剛才我前面講了 它的沒有分什麼高轉速高扭力 那它是用磁筆去調整的 這一款調出來這個磁筆這個速度 大家可以看影片最後面 最後面的那個影片 我在地上跑動的那個狀態 大家應該看完之後會覺得 其實它這樣跑起來速度不差 速度還蠻好的 好啦我們今年的開門紅 今天大年初一 我們今年的開門紅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實際上拼了有七個多小時 因為這當中還有夾雜 就是處理一些時事 那我們總算完成今年的第一款車了 我們接下來還有好幾款等著我們 那我們還是一樣持續努力 不斷的拆裝 再提供第一手時間提供給各位任何的資訊 在影片最後呢還是一樣 大叔在這裡跟大家說個新年快樂 大家虎年生意興隆才圓廣盡 人員大家都平安健康 那我們今天這台61045 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影片的趕快去按讚訂閱一下 那如果有什麼不懂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現在就去實際跑動給各位看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掰掰囉 再見 新年快樂囉 一直想看 這是正的 先做完 正在和我一起做出了 成功了 要先做完了 这样做完 整个线 做完